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推进半导体晶圆厂建设,旨在将凤凰城打造成半导体重镇。 目前,台积电已完成一座晶圆厂并投入生产,同时持续建设两座工厂。 未来计划增建三座工厂和两座先进封装厂,目标是美国生产其三分之一的先进晶片。 整个工程占地465公顷,耗资1650亿美元,堪称全球最昂贵专案之一。 设计数十家供应商,投资约400亿美元,涵盖化学品、零组件及工程建设服务。 然而,台积电在台湾习惯快速扩张,但在凤凰城面临多重挑战。 美国自2013年以来,缺乏建设大型国内晶圆厂的经验,导致依赖外部援助。 挑战包括美国繁复的法规体系,需面对市,郡、州籍联邦多层审批,动辄数千下。 人力不足和高成本问题突出,台积电两年前曾引进500多名台湾技工, 引发工会反弹和美籍员工指控台籍主管排他沟通使用中文及忽视安全警示。 水资源短缺也是关键问题,台积电承诺建造废水处理厂,目标回收几乎所有用水。 此外,居民对社长计划表达强烈反对,例如封测大厂艾克尔, 一见先进封装与测试园区时,担忧有毒化学品和水资源过度消耗,最终艾克尔另寻他指。 过往事件中,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曾指出, 美国建厂成本比台湾高出五成,恐失去国际竞争力。 美国以严格法规成功减少污染并提升治安, 但也产生繁琐官僚程序阻碍制造业发展, 如《国家环境政策法》仅要求文书工作,而非实质限制。 专家分析,凤凰城遇到的困难,反映台湾对半导体的高度支持, 而美国不必为迎合晶片业全面调整制度。 美国前总统拜登政府通过《晶片法》提供超过520亿美元补助, 台积电获66亿美元。 亚利桑那州与州立大学积极引进企业和培育工程人才。 凤凰城拥有广阔土地和少见自然灾害的气候, 但水资源问题仍是长期挑战。 在AI浪潮推升下,根据IDC日前最新全球半导体报告预估, 2026年整体半导体市场规模将达8890亿美元。 IDC资深研究经理曾冠伟表示, 在辉达、AMD等AIGPU大厂与美系云端服务业者自研AI ASIC晶片带动下, 美国稳居全球IC设计龙头, 但中国IC设计公司2025年市占率已正式超越台湾。 预计2026年,中国市占渴望扩大至约45%, 台湾则将滑落至约40%, 全球排名退居第三。 该经理指出, 台湾IC设计市占会在今年被中国反超, 关键在于缺少自研、AI晶片。 中国在强劲AI晶片内需与政策补贴拉抬下, 相关IC设计厂商快速冒出头。 反观台湾储联发科外, 多数厂商几乎没有AI晶片相关营收, 即使加上世新、创意等IC设计服务业者 要追上中国市占仍有难度。 IDC分析, 中国IC设计版图得以迅速扩张, 主要受惠于半导体自主化政策与内需市场支撑。 在美国制裁下, 华为海思在升腾AI晶片与麒麟手机处理器上持续技术突破。 韩5G等厂商的AI晶片出货量明显放大, 制造订单多留向中芯国际等本土晶圆代工厂。 赵益创新的NoFlash, NCU需求畅望, 以及比特币中国矿机晶片热销, 也为中国IC设计产业注入强劲成长动能。 尽管IC设计面临竞争压力, 该经理强调, 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关键地位不变。 IDC预估, 2026年全球晶圆代工市场将成长约20%, 其中台积电营收成长率可达22%至26%, 市占率维持约73%的绝对领先。 在先进封装方面, IDC指出, 台积电COWS产能虽将在2026年大增约72%, 但在辉达、博通、AMD等 AI巨头强劲拉货下, 市场仍将供不应求。 AI订单同时推升台湾封测业者营运动能, 预估台湾封测产业从今年到2029年的年复合成长率约为9.1%。 台积电正携手合作伙伴, 积极改善COWS产能供不应求之余, 传出辉达正研发全新封装技术 COOP及CHIP-on-Wafer-on-PCB技术, 并尾由日月光投控旗下吸品单钢操刀, 对接多家一线PCB厂, 再度引爆话题, 也让日月光投控身价, 持续水涨船高。 业界人士透露, 汇达船证研发新的封装技术 COOP未来可能会省据再晚, 现阶段整体供应链设计与衔接封测段到量产成本都在初期阶段。 外传包含真顶KY、 新兴、华通以及互电、 一线中资厂都在配合送养当中。 业界分析, 加入COOP相关测试研发的厂商各有优势, 从高密度连接板HDI网上衔接或接近类似一类载板制程向下衔接, 为各制程而言, 实际采用仍需时间。 最关键考验在于, 终端应用随COOS产能供需平衡与载板材料短缺改善, 客户并无急迫变更设计情况。 生产端配合封测厂方面, 也需要时间验证后续品质良率等。 另外, 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 台积电2奈米节点全面转向GAA架构, 目标是在效能和能效层面实现显著跃升, 迅速吸引了大量客户根界。 市场需求之旺盛已经超出台积电原有规划。 此前两座2奈米晶圆长产能被迅速定空, 台积电因此需要追加三座新厂, 总投资规模约为286亿美元。 最新消息显示, 台积电2026年的2奈米产能已被全部预定, 量产时间预计落在当年年底。 客户结构上, 高通、联发科、苹果和AMD均在排队等候。 台积电计划在2026年底前将月产能提升至10万片, 2奈米制成有望成为公司未来增长的核心动力。 技术层面相比于FinFET, GAA通过奈米片堆叠结构强化电流控制能力, 并有效抑制漏电, 使2奈米在相同功耗下带来10%至15%的效能提升, 或在效能不变的情况下实现25%至30%的功耗下降。 不过,三星虽然率先启动2奈米GAA量产, 但目前披露的数据相较3奈米, 节点并无明显突破。 业内认为与量率尚未完全成熟有关, 后续仍有改善空间。 总体来看, 台积电并未基于追求时间优势, 而是选择以制成质量优先应对技术挑战。 市场预计, 台积电2026年的资本支出将排升至480亿至500亿美元, 刷新历史记录。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谢谢。